好,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Mets学院,我是斯蒂芬 那在上一讲里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eCharts的一些经常使用的一些实例 以及它eCharts 3.0的一些引入的一些特性和一些方法 那在讲完了这个eCharts以后呢,我们这节课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怎样使用这个highcharts以及这个highcharts的一些实例的一些介绍 我们在工作中怎样使用 我们一般呢,是来去上它这个highcharts的一个官网 这是highcharts的一个中文网站 非常的方便,因为highcharts是一个老牌的 是国外一个老牌的,在国内老牌的一个开源的一个 怎么说呢,一个图表软件吧 然后这里边有highcharts的一个英文网站 这是它的一个英文的一个 但是呢,我们一般都习惯使用这个中文网 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它发展了好几年 你看它有自己的一个中文社区 在这个中文社区里边呢 有好多这样的一个论坛 论坛这些问题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在这儿来看到相关的一些解答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一些提问 它这个论坛非常的活跃 还有呢,这个就是这个 它丰富的文档教程 以及它这个在线丰富的在线 免事的一些案例 还有它的这个插件扩展 以及它这里边有一个 就是这个图表的一个定制 当然了,这个是收费的 也是非常的厉害啊 它这个社区 这个就是它的一些信息 还有这个插件的一个扩展 这里边提供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插件 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当然了,如果说你觉得这里边提供的这个插件不能够满足你 那我们如果说JS比较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写这样的插件 还有这个产品能够中心 这些都是可以去看的 好,它这里边你看 从你们来看啊 这里边有四个这样的一个绿框 这是一个查看HIGHCHAS的一个演示 这时候再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英文的一个战 关了 主要是看这个功能的 还有这个它的一个API文档 API文档 它的API文档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详细 当然这个HIGHCHAS 我上级说应该忘记跟大家介绍了 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API 我们可以在那块去点它看 这里边你看 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些属性 它也是有的 还有一些没有跟大家介绍的 如果同学们呢 用到这个属性的话 都可以在这里边去看 这是它的一些属性 可选项 好,那这个就是HIGHCHAS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官方网站 大概的一个情况 当然了它这个除了这个HIGHCHAS以外 还有这个HIGHCHAS 还有HIGHMAP以及这个HIGHMAP以及HIGHSTOCK HIGHMAP呢 是它有的是一个地图 HIGHSTOCK呢 是HIGHSTOCK是股票 有一个演示 好,我们看完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在线的一个演示平台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HIGHCHAS的这个在线的演示平台和这个HIGHCHAS有可能的不同 我们来看哈 这是之前有跟大家也跟大家介绍过 再来仔细的再来看一下 折线图同样还是我们最经常使用到的一个最最简单 最最普通的一个图表 但是呢 在这边我们来看哈 它这个图表主题 这是可以进行变化的 我们来点击 进行变化的 当然了它这个 如果说你想用那个图表主题的话 我们必须在它这个开始的时候进行一个引入 这个往下 都是可以点击的 然后呢 同样在HIGHCHAS里边呢 我们也可以点击了开来 然后进行一个圆满的编辑 那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先来查看一下它的这个原代码 比如说我现在就想要这么一个试图 我也不需要进行一些改建什么 那我就把这些原代码考过来 考过来 然后我在我的那个 已经满足了我的项目需求了 那我就不需要对它进行更改 那如果说 我想看一下 它这个没有满足我的需求 然后我又想在线去编辑一下我这个代码 看一下实时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这个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按钮 编辑这个代码 我们来看 在上一节课里边呢 那一刹子也给咱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界面 一个编辑界面 但是呢 我们来对比看一下 它的这个 一刹子这个提供的一个编辑的界面 一刹子提供的一个编辑界面 那一刹子呢 就提供的就比较少 这一刹子已经把这个HTML 我们需要引进的哪些代码 都已经给咱们展示出来了 就非常的方便 我们如果想去绘图的话 直接把这些代码考虑过来 然后就能绘图 这块还有一个 它的一个风格 一般我喜欢用这样 用这样的一个风格来 看来其实很方便 同样 我们也是在这 可以给它再先编辑 再先编辑一下 但是我们编辑完了以后 我们自己转一下 还有这个subtitle 我不想要这个subtitle 给它去掉 大家来看 那个title 我已经给它去了 但是它现在 现在自己有一个默认值 它是title 默认值 我们一般呢 是对这块需要进行一些改变 当然了 还有一些它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颜色的样式 都不满意的话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边 进行一个改变 这是HTML给咱们提供的 一个在线的一个编辑器 好 那看完了这个 折线谷了以后呢 它下面也给大家展示了 好多这样的一个折线图 这也有个区域图 我们来看这个柱状图 还是这个柱状图 同样我们也可以查看原源代码 也可以编辑代码 这个也是我们 和HITRUST和E-TRACE一样吧 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柱状图 一个图表 在这里边我们都是可以 对它进行改变的 比如说这边 HIDERFMAT 这就是对那个 我们在显示的时候 对它提示框 进行一个格式化 我们来看 这里边是用了这个 HTML的一些代码 也是非常的方便 这个再来看 UVHTML 这个之前跟大家介绍 我们就能够用到 这个HTML的一些代码 这个是我们那个 我们的这个 柱状 HITRUST的柱状展示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柄图 这个柄图 这个柄图呢 它比HITRUST 我觉得比HITRUST会好一些 因为我们不用把这个 鼠标放在这上面 我们就能够看到 因为这个HITRUST 已经已经展示了 我们不用把它放到这上面 看这个详细的情况 也能看到这么一个 大概的情况 所以呢我一般 比如说想使用 给你拖拉画图的话 我一般学会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HITRUST 当然这个没有HITRUST 能够拖动 还有这个 这个TOOBUS 这些会呢 比如说固状 折线图的一些切换等等 这方面的功能 没有这个HITRUST 但是还是看 自己公司的一个需求了 开发的一个需求了 看领导 到底是喜欢 喜欢什么 用户到底是 喜欢什么样的一个 表格 我们就给他 做什么样的表格 就OK 好 这个是柄图 那这个 这些就是我们 经常使用的一些 一些常用的一些图 也是在这里边有的 然后呢 这块有一些 动弹的一些更新 这个 E-Chars也是有的 这是它高级的一些 一些 作用 高级的一些 用法 还有这里边也有 这些 比如说 语表图 当然了 这样 HITRUST提供的 这个语表图 没有E-Chars提供的 有那种 视觉的一个冲击力 我自己 个人这么觉得 还有这个 HITRUST 最 比E-Chars好的 就是E-Chars 它不支持 这个3D 如果有 留心的同学的话 在点击这个 E-Chars 看这些实例的时候 没有发现 它有这个 3D 这个是 我觉得 这个E-Chars 做的 没有这个 HITRUST好的 一个地方 一个点吧 因为现在是一个 视觉 爆炸的一个时代 它居然 这个E-Chars 居然不支持 这个3D 我觉得 和它这个 刚起来 刚开始发展 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吧 好 大家同学们来看 这个3D的 我们可以随便的 去调这个 角度 调这个视角 我们能够看到 不一样的一个 效果 这是3D的一个 显示 有那种 立体的感觉 有那种立体的感觉 那 可能 这个E-Chars 没有 但是它将来 可能会 给大家加上 这个3D的一个 丙状图 还有这个 它的一个双丙图 这个可能用的 也是比较少 可能这个3D的 丙状图 用的比较多 还有这个 可视的这样 这个看上去 比较乱 也 可能用的机会 也不是特别大 好 我们来 跟大家介绍完了 这个3D图以后呢 我们再来 再看一个 这个 这个Y轴 两个Y轴的一个 混合 这种图 也是 我们也是 也是有这样的 一个需求的 那这样的图呢 它是柱状图 和折线图的 一个结合 这样的话 它的这里边 这些 数据的 数据的 这样 数据的一个 一个切换 就比较的麻烦 因为我们又有 折线图 又有柱状图 所以呢 我们在这块 可能需要 在数据组装的时候 可能需要 花费一些心思 当然我们这边 随便的去 进行一个更改 这边也是有注视的 随便的进行一个更改 然后让 它也是会出一些效果 所以基本 基本的一个图例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些 代码里边 随意的进行更改 达到我们想要的 那个效果 就OK 好 那这个就是 整个 我们那个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 high charts的一个 一个一些图表 对啊 这边有一些插件 有一些插件 有一些插件 比如说这个 category分组 还有这个 导出Excel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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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CVS的一些数据 就在这 导出Excel 文件 他会把这个文件 给他下载下来 也是CSV的一个格式 它这样的 但是它这样的一个格式 它就非常的弱了 非常的弱了 它没有像 eXus一样 就要有一个 tobl口 可以直接 比如说保存张PDF 保存张Cile 什么样的都可以 这个文件 都是可以的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这个 我自己感觉 这个eXus 可能提供的 这个功能 在这个视觉效果上 可能比 hiXus 更加的强一些 但是由于呢 这个 eXus 应该是 13年左右 刚出来的 百度刚开源的 一款 表格插件 图表插件 它的这个 可能这个社区 还有这个 整体的这个文档 可能没有这个 hiXus这么完善 毕竟这个 hiXus是一个 老牌的一个 图表插件 但是相信呢 或许 这个eXus会 后来赶上 后来居上 它会默默地 进行一个完善 默默地进行一个完善 还有一个就是在 这个速度的 一个体现上 就比如说 我说的这个速度呢 就比如说 当数据量 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去渲染 这个数据量的时候 去渲染这个表格的时候 那如果使用eXus的话 因为它 我现在说的 eXus主要是 eXus2.0的时候 可能这个 因为它加载的 加载的这个 插件比较多 加载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 图例啊 一些插件比较多 那可能就会导致这个 最终这样的一个 展示效果就非常的慢 但是呢 你用这个hiXus的时候 就会比eXus 会稍微快一些 稍微快一些 因为这个 hiXus 更加的一些 更加的简洁 更加的简洁 它没有eXus 那么花里胡哨 有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功能 所以呢 最终 这个到底使用eXus呢 还是使用hiXus 还是根据自己 个人的选择 以及这个 公司的一个需求 可能选用 哪个会比较 更好 更能适合 我们公司的这个需求 那我们就去使用 哪个表格 这个其实我们也不用去 在意 不用去多么的纠结 这个Xus只是一些 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工具 使用哪个 只要能够满足 我们用户的需求 满足公司的需求 就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体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hiXus 我们这个的一个 演示 还有呢 如果想同学们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这里边有hiXus的 一个API文档 还有hiStock hiMap的 一个API文档 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hiXus的一个 比如 中文文档 这里边有好多 它的一些文档 它的一些函数 它的一些函数 同学们如果说有 对这个图表 有更高的一个要求的话 这里边的一些函数 我们可以使用起来 还有它的一个 中文的一个市区 这个市区也是非常的火 刚开始的时候 也跟大家介绍 大家没事 可以在这社区上逛逛 看一看 好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 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在线演示 这样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在这些图表里边 总有一款是适合咱们的 不管是hiXus 还是eXus 只要符合自己公司的需求 就行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hiXus 和hiXus的一个 强硬的一些图例 以及我们怎样去在这个 在线的去编辑我们这个代码 达到我们这个开发的一个需求 一个需要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 跟大家讲的一些主要内容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